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對上兩個星期 在大陸的長江流域一帶暴雨成災 多個省份都出現了洪水泛濫的險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些大陸的官員又再發揮起所謂多難興邦的精神 開始向台商打主意 打算扔人心口逼人捐錢賺災 實情這句多難興邦就是源自於左轉 原來的意思是說 當一個國家面對著多災多難情況的時候 在一定的條件之下 是可以激勵人民發奮圖強 戰勝這些困難 從而使得國家更加強盛 但似乎有些官員借著多難興邦 走去不斷尋找商機就比較似 根據台灣的自由時報報道 就說各地的台商都開始陸續接獲得到 地方台辦指示 要求捐款一千萬人民幣做災後重建 已經有中國的台商協會 是被攤派這個捐款的額度 並且還要求要在這個月底之前交錢 而且是警告他們 延遲交錢是會影響再後重建的進度的 但是由於很多台商在沒有費的疫情之後 經營顯得相當困難 實在就是拿不出錢了 只好就要求那些協會的會員去認捐 但是那些會員捐款的額度也是很有限 最後有些人就被迫轉移回台灣去無捐 但是有台商仍然都是拿不出錢 又擔心引起當地政府的不滿 於是就收拾世縣返回台灣的發展 有消息人士就說 台商在大陸的特殊待遇已經越來越少了 被攤派這些捐款的額度 也開始施加到台商的身上 過去台商也曾經被要求在選舉的時候 要支持特定的政黨政治人物 捐獻政治獻金 台商為了在大陸發展 實在是有苦難言 如果這一宗消息是真確的話 擺明就不是捐款 哪有捐款要在指定時間之內捐夠指定的金額 自願的捐款就是你喜歡捐就捐 不捐就不捐 這些就跟古代那一隻叫做苛捐雜稅似的 總之有一群官員出來 考納明目 隨便找一個藉口叫你那群商人去科水 還要在指定的期間之內 跑夠數給那群官 否則的話 就可能會對你帶來一些不利 或者會有一些後果 這些就叫做苛捐雜稅 以前我們香港有沒有試過呢? 大家記不記得在12年前的2008年的時候 四川的民村發生了大地震嗎? 當時的特區政府在香港的立法會那時候 動議了說要撥捐90億港元給四川省 當時還通過了 高票通過在立法會 而且不僅是特區政府捐 連香港賽馬會都捐了10億元上去 這樣還沒算 連匯豐銀行都捐了1千萬元上去 故此 香港加起來對於四川的金錢援助額度 是超過100億港元的 但是捐了上去又怎樣? 到底那些錢是否真正落得到有需要的災民手上呢? 那當然不知道了 因為香港的立法會根本上 無權監察這筆款項究竟用了去哪裡? 到現在 都未有一份完整的報告可以寫出來 究竟 不要說匯豐銀行或者賽馬會那些錢 他喜歡捐就是由他捐的 因為這些叫做公共機構 就不是公帑來的 問題就是 那90億是公帑了吧? 到底現在有沒有一份完整的報告 列出那些細項 90億是用在哪些建設項目那裡? 有沒有一個報告是可以被人監察得到的? 到底有沒有一些證據是可以證明得到 那些錢真的用在這些項目那裡? 暫時都未見得到 不是說你寫就是 還要有證據 是不是? 能不能夠提供得到 給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去監督呢? 那當然是理睬你也傻了 所以當年捐了那90億 實在就是很冤枉的 好了 現在這些台商 既然他還可以選擇的時候 那他當然是理睬你也傻了 已經連續半年沒有什麼生意做了 還要在這裡找他來壓榨 石頭就炸不出血來 所以難怪有些台商就索性回台灣 還捐什麼東西呢? 直接生意都沒有生意做 對不對? 所以這些完全是找笨實的東西 你那些捐款 如果真的能夠放到災民手上 這樣也說 然後又被揭發你四川 蓋上那些豆腐渣樓 走去安置災民 稍後又說有些貪官怎麼層層落格 喂 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叫人去捐給那些什麼長江災民? 你猜那些台商真是懵得這麼交關嗎? 反而老毛主政的年代 唐山大地震真的說得明白 所有外國的援助都不接受 無論是物資 或者是金錢上 人員上的協助 全部都不接受 那時候反而是有骨氣 現在你又拿不出老毛年代的骨氣出來 反正一出現什麼災情的時候 就說要多難興邦 要血龍於水 你當然是水 被你捐的那些真是蒙水水 告訴你 傻的 至於這篇報道說到 台商在大陸的特殊待遇就越來越少 實在是非常正常的 在大陸剛好改革開放的時候 他最缺的是什麼? 一個就是資金 一個就是技術 而這兩方面 誰能夠提供給他? 第一個就是港商 然後就是台商 所以當時當然是當你那幫港商 台商是上賓地對待 現在中國就已經是強起來了 又說要發中國夢 一旦又說一帶一路 總之又這樣那樣 中國經歷到現在這一刻 已經是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系 僅次於美國 故此來說 現在你香港和台灣那些什麼商人的資金 對於他來說算是什麼 而且你的技術又算是什麼 人家都已經在搞一個叫做千人計劃 或者在美國那裡竊取的科學技術和知識產權 那你這幫港商台商在大陸政府的眼中 算是什麼呢? 再加上在國進民退的大趨勢下 這幫人的生存空間 肯定就是會被進一步壓縮的了 實情如果你說技術方面 台灣目前仍然有一家企業 對於大陸來講是有戰略價值的 那家就叫做台積電 只不過已經被美國馬實了 又說要在阿里桑拿州那裡開廠了 即是說 連唯一有價值的都投靠了美國 所以剩下的那些 技術都膚揭了的時候 當然就是會被大陸一腳伸開的了 這是歷史的必然 不過就算歷史再重演一次也好 這幫港商台商 都會對於大陸這個市場趨之若無 而且也會毫無保留地把技術轉移給大陸 然後就被一腳伸開 這是我可以說的 因為大家都說要賺錢 所以這是悲劇來的 接著就再講一下關於法國和德國 他們就去自願甘心做羊股 真是趨障 他們就決定了 說要捐出這個巨款 資助世衛組織 譚德塞當然是 多謝甲勝偉 他就讚揚法國和德國 是世衛組織的老朋友 大家看看他捐了多少錢 首先就是德國衛生部長施潘 他就宣布了 柏林政府將會額外捐獻 資金和醫療設備給世衛組織 今年度的總資助金額達到5億歐元 即是44億港幣 就是歷來最高的金額 你肯定是德國的錢多了 沒有訂購 另外法國衛生部長韋朗就說 法國當局就會向世衛組織 在里昂的研究中心撥款9千萬歐元 即是大約7億8千萬港幣 另外還會追加多5千萬歐元 即是大約4億4千萬港幣的捐獻 所以這兩隻羊股 總共就捐了5億5千萬歐羅給他了 譚德塞當然是多謝你也來不及了 說你是老朋友 實情就當你老襯差不多 當美國說要退出世衛組織的時候 都已經立刻關了水喉 本來打算慢慢陰乾他 等到大陸就算滲透了這個組織 都得物無所用 但是首先就是由英國捐款 接著又到法國和德國做羊股 捐一下捐一下 基本上都大概填補到 美國退出世衛的時候 他本來要交會費的額度了 你說退出來是不是白費心機 故此現在法國和德國 你走去猛禁捐款給世衛組織 一來你就等同於變相和美國對著幹 二來你就沒有正視到世衛組織本身的問題 美國方面就要求世衛組織 必須要作出一個強而有力的改革 以前都還沒改革 你這班人就猛禁賺錢給他 他更加不會改革 你已經是送到錢過來 那就繼續用吧 撕到沒有才改吧 那你繼續養肥這個世衛組織 其實對於世界的衛生事務 又有什麼的益處呢 對不對 實情各國都是自行找科學家 找醫療機構去研發疫苗而已 不關世衛事的 世衛本身是一班人在調查 或者做協調而已 那你當時法國和德國去追加撥款給世衛組織 無非就是要向全世界表達出一種信息 就是在這個中美新冷戰的格局當中 你們就不會選擇任何一邊來站 你們就是所謂獨立自主的 不會說美國去搞退出世衛 你們就不捐款 不過這些表態最好廉價一點 是不是 44億港幣這麼多 對不低得住德國的納稅人 真是 好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